墨西哥南部的瓦哈卡州的Zabotek族的社会里面 自古以来就接受多元性别的概念 Zabotek族人认为 性别除了可以被生理结构来决定之外 也可以由人自主来决定 有部分的Zabotek族的男性就选择打扮成女性 而且被视为是第三性别 除了没有办法怀孕跟生小孩之外 几乎完全过着女性的生活 而且由于男扮女装的人不能结婚 所以负有终身照顾父母的义务 所以在Zabotek族的社会里面 男扮女装的人是受到Zabotek社会尊敬的一群人 天花板上吊满了各种彩色的雕花布条 人们在音乐的伴教下跳舞 这里是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市 现场是Zabotek族人的男扮女装者派对 Zabotek族社会自古以来就拥有多元性别的观念 除了有生理结构决定女性和男性之外 有部分Zabotek族男性会选择打扮成女性 除了无法怀孕和生小孩之外 几乎完全过着女性的生活 跨面中这些穿着色彩鲜艳的传统连身裙 被男士们包围着跳舞的Zabotek族男扮女装者 在当地被称为Busche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种专门为Zabotek族男扮女装者而举行的舞会 常见于墨西哥南部Oaxaca州的原住民族社区中 但是在墨西哥市则是史上第一次 之所以来到距离家乡四百多公里外的墨西哥市 一方面是为了出席在画面中的同志大游行 另外在游行结束后Zabotek族人借由这场舞会 上首都的市民展示Zabotek族的男扮女装文化 Zabotek族人定期举办男扮女装者选美活动 这些排成一排的男扮女装者 就是过去曾经得奖的加厉 除了在外表上打扮成女性之外 在传统社会分工上 Zabotek族的男扮女装者可以选择从世刺秀 甚至可以像其他Zabotek族女性一样 在家庭中有权负责祭坛的装饰工作 另外Zabotek族的男扮女装者 也可以选择与男性或者女性谈恋爱 但是并不能够结婚 而且一般富有终身照顾父母的义务 多元性向平等 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是不少人自力争取的目标 但是Zabotek族的传统文化中 似乎早就比现代社会走前一步 记者邱德正编译